正对话题也要来关心布局2022 到底会由谁来接棒林志坚新竹市长的位置呢 地方预期绿营很可能会派出前任的新竹市议员 郑鸿辉的可能性比较大 不过现在传出地方人士也正在积极劝进 民进党副秘书长林非凡空降出战新竹市 林非凡今天表示目前不会想这么多 重点不在于个人 而在于党对于整体选战的布局 现在的讨论太多个人规划没有太大的意义 出席李登辉学座谈会主题是从野百合到太阳花的公民参与 身为民进党副秘书长的林非凡经验分享侃侃而谈 曾经是学运领袖之一 林非凡受到党内重视 而传出地方人士积极劝进他出战新竹市 我在党庄的工作其实应该就是要考虑整个 对党而言应该是做整体的考量 所以我个人的部分我现在目前不会去想那么多 对那我想这个现在重点不是在我个人 而是在整个党对整体的这个执政团队选战的布局 对所以我想现在讨论太多个人的这个规划 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意义 新竹市长林志坚两届任期届满 现在延续执政香火 党内评估空降级明星不一定是坏事 除了看好林非凡之外 地方党籍议员们擒跑基层鸭子滑水 前新竹市议员郑鸿辉 现任市议员陈建民跟李延慧 同样相继表态寻求支持 特别像是新竹市年金族群多 人选考量也要注重形象 必须甩开传统政治人物的包袱 而林非凡拥有高声量 还能够吸收到时代力量的选票 林非凡清新风格跟林志坚形象重叠 要守住新竹市2022的布局 林非凡这枚活旗空降明星也是选项之一 记者下面李二荣台北报导